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信心比知识更近一步 参考经文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信、尽义、爱主你的神 马太福音22章37节 我曾经拜读过多位良师 其中有一位最为特出 修读他所教授的那门课的学生 都感到自己很幸运 他说话沉着却满有深度 表达精确、清晰、引人入胜 我很喜欢从这位神学和哲学大师身上学习 数十年之后我们又重逢了 我是他的牧师 不过我仍然是他的学生 我们也落在同一个不幸的境况中 就是我们都需要去探望住在敬老院的妻子 在探望我们的妻子时 我们时常都会彼此遇见 有时他也会邀请我到他的公寓闲谈 我们时常谈论神学上的问题 谈到关于神的事情 然而在某天晚上 我记得他停顿下来 面上露出深思的神情 智慧的眼睛发出光辉 他恳切地说 哈尔维 我们坐在这里谈论神的事情 然而 当我们在谈论神时 我们必须记着 他此刻就在这里与我们一起 正在聆听我们所谈论的 他的话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辩明和讨论关于神的基本真理 或许对我们有益 甚至是重要的 然而 徒有丰富的知识 却没有爱 是等于灵的 神要求我们认识他和爱他 尽心尽信尽意 如此去做 这就是最大的诫命了 我感谢我这位德高望重 满有智慧的朋友 他对神有深刻的洞见 然而更美好的 就是他能尽心尽信尽意地 认识神和爱他 让我们一起祷告 神的灵啊 求祢在我们里面塑造一个爱主的心 奉祢得圣的名祷告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